一段家国王室 首都秋冬春风 同舟两岸 海峡无关 我们共同的记忆中 有怎样的历史风格 有哪些感人至深的亲情故事 还有怎样 且浓水的意外相传 这家公司是系列节目 海海经营 不开岁月尘封一样 进入历史背后 显微人知的内容 带您走进进度传奇的 风向南方的海峡机 1938年10月 山城重庆的上空 日本轰炸机 开始对战时中国的都城 进行疯狂的轰炸 面对日军的轰炸 国民政府办法不多 稳稳浓烟中 恐惧开始蔓延 林下是7级 本该为市民提供庇护的防空隧道 为何最后变成了吞噬生命的无边地狱 都里面的人 外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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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日军 长达五年 不一余力的轰炸 为何没能换来 重庆的屈服 完全低估了 中华民族的这种意识 能够坚强的 完全都屈服了 敬请收看天涯共词时 为您讲述 重庆大轰炸 那段历史背后的 血汗深仇 1939年的5月3号 山城重庆的上空 响起了凄厉的防空警报 一颗颗巨大的炸弹 伴随着刺耳的呼啸声 狠狠地落在了城市当中 那么随着蒋介石迁都之后 日军对重庆开始了 无差别的轰炸 那么为了应对日军的轰炸 在重庆市区里 修建了大量的防空洞 那么本该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场所 最后究竟是如何 变成了人间地狱 那么日军的轰炸 又对重庆市民们 造成了怎样不可磨灭的伤痛呢 今天我们就一同来回顾这段历史 有请两位到场嘉宾 欢迎你 欢迎请坐 1937年11月 经历了三个月的苦战之后 松户会战失利 日军迅速逼近 国民政府首都南京 面对危局 为了保存实力 蒋介石决定迁都 然而迁都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选择体 稍有不慎 对蒋介石而言 将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迁都作为一项战略考虑 已经在他的脑海里盘缓许久 早在1932年初 蒋介石就曾经商议把洛阳定为行都 把西安定为陪都 但蒋介石对这两个地方并不十分满意 在随后的几年里 蒋介石不思心 不得跑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 究竟哪里才最适合作为战时陪都 最终重庆进入了他的事业 孙虎会战之后 当时蒋介石是打算撤退 撤到重庆来 当时他为什么选择要撤到重庆来 我想重庆有几个因素 一个地理上的因素 重庆离上海也好 离武汉也好 它是距离 离上海也有千多个公里的距离 南京也是一千多点 离武汉有七百多公里的直线距离 那么在地理上 它这个战线比较差 如果日本从东向西进攻的话 它发挥很多的时间 事业之后 它这个分线战纽也是相往后的 这是第一点 地理上的优势 第二点 它有个交通上的优势 因为当时无论是政府内迁 国民政府内迁 怀疑的是机关 人员 工厂 还有其他东西 东北远海所有东西内迁 它必须要怎么走 但是在当时熟导南远上青天这种情况下 除了一个长江大洞美可以运输很多的人员以外 那么其他的飞机当时基本很少 航空运输少 铁路没有 公路是很难 运动也很少 汽车也很少 那么只能依靠这个长江大洞美 从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雾都 一个雾都 每年的这个十月份到四年的四月份 基本有八年时间 当时是雾很大 基本上看不见东西来 四川省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天府之国 有非常好的物产 非常充沛的人力 那时候大概已经有五千多万的人在住在那个地方了 重庆主要是因为它在 刚好是长江三峡的口 那么它有比较好的水运 同时对于全盘的战局来讲 更适合去遥控华中华南 乃至于华北的军事 所以单就这一点来讲 它选择重庆的确是很有战略的眼光 1937年底 南京沦陷之后 蒋介石迁都重庆 在驻华日军的指挥部内 日军指挥官盯着军营地图上 中国的陪都重庆 开始了新的一半思考 此时的日本 虽然占领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 但国民党政权并没有就此瓦解 重庆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地处四川盆地 地形写耀 有绝佳的天然屏障 三面关山 在战争中一手难攻 随着持久战的开始 日军曾经扬言的三个月内 灭亡中国的叫嚣已经唾灭 正面战场拉锯 和敌后抗日根据力的建立 将日军困在越来越长的人民战线上 为了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 日军决定依靠轰炸 催垮国民政府 催垮中国人顽强的抵抗精神 当年日军对于中国的这种侵略 对于重庆为什么采取的是无差别的轰炸 而不是说想办法我占领这个城市 当时日本对中国的红杂战流 它有几点 第一个就是消灭 第一阵流和战流的中枢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是斩首行动 把你守都和守恶人物给你消灭了 那么是这样 第二个随着重庆这个抗战时期 这个地位的重要 重庆炸垮了 那都可以动摇你整个大洪的心情和决心 第二个都破坏你整个大洪的社会持续 对于重庆的这种那么引起这种社会的恐怖 还是普通市民对政府的不满 这种恐怖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刚刚讲 重庆是个暂时中国的攻略之家 它生产能力很强的 那么它会破坏重庆的一个生产能力 减少你的资源前线作战的一种强度 那么蒋燕斯来以后 可能这个轰炸会更加的一种升级 它可能也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当这个日军的所有的这个飞机开始在狂轰滥炸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可能要在这个地方稍微可以提醒一下 就是说当时候在中国 在面对像日本这样的一个强敌 它的地狱主义非常非常非常的强 也许它就是一个神 绝大部分的人可能只到过县城 完聊纳税过 对他来讲 中国的这个概念可能没有超过一个神 当日军这样大量的清了解 在狂轰滥炸的时候 大家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于中国的国土的这一块的印象 产生了一种整体的一种命运的一种凝聚的感觉 而这个是在重庆承受轰炸的时候意外所带起的一股 大家的那种更同仇敌侃 更整体的一种心理的感受 而这是为了后来这个中国再继续往前发展 所以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上的基础 1938年10月 一个雾气笼罩的星辰 一声声惊心刺耳的警报在重庆的上空拉下 半个小时之内 日军轰炸机投下携带了全部166颗炸弹和燃烧弹 几次试探性轰炸后 日军指挥官获得了不少重要情报 甚至嚣张地认为 中国西南的这座重镇 现在的抗战首都几乎不堪一击 日本轰炸机似乎随时都可以出现在这座城市的上空 对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要员来说 虽然崇山峻岭挡住了日军的铁蹄 但面对残酷的日军轰炸 国民党部队在重庆只有少量落后的防空炮火 和为数不多的战斗机 和日本空军比起来势单力劳 毫无优势 那么当时的中国空军 究竟有着怎样的实力呢 微弱的中国空军 还有苏联当时候圆滑的正义之舰的航空队的力量 这两个武装说真的 它的飞机比起日本的军队恐怕差很多 那时候中国还是以这种小型的 1516这种飞机为一群 但它也拥有少量的轻型的轰炸机 因为那个时候的飞机只要停在这个地方 它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明显的轰炸的对象 所以它必须要用它比较微弱 但是速度比较快 因为它比较小 所以它这两款苏联圆滑的飞机 不管是15号 16也好 它的速度相对来讲都比较快 它曾经击落过日本的轰炸机 那是很微弱的一个反击的力量 虽然它无法动摇全局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 回想到这段历史 我觉得我们还是必须要去提一下 当时候的中国空军 以及苏联圆滑的这批制式所做的贡献 尽管他们无法扭转这个对于这个重庆大轰炸 造成如此悲惨的境界 但他们真的以他们的生命跟鲜血 去尽他们的能力去阻止日本的军队 1938年10月 日军占领武汉后 迅速修建了空军W基地 积极进行飞机远程作战和轰炸训练 武汉距离重庆直线距离不到800公里 这个机场对重庆形成严重的威胁 1938年12月2日 日本天皇下令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 根据天皇的命令 日本总参谋长向清华日军发出了 345号大陆指令 该指令规定 攻击敌人的战略及政略中枢时 必须集中兵力 投入优良的飞机 特别是要捕捉消灭敌人的最高统帅 和最高政治机关 随着日本天皇命令下达 日军新华总司令部随即下令 由空中入侵对敌军战略中枢加以攻击 同时进行空中歼灭战 为了确保轰炸 达到最大效果 日本调剧的几乎全部在中国的空中力量 共321架飞机 其中105架为杀伤破坏力极强的轰炸机 当时日本轰炸重庆 具体派出的是哪支哪部分的队伍 而当时他们进攻的路线又是怎么样 应该说抗战时期日记轰炸重庆的主要的病理 主要的飞机是从武汉起飞的 武汉起飞机飞机 它的两个几个方式都是 基本上都是由冬向西飞 天气好的情况下 能源度比较好的时候 它可以沿着长江 都沿着长江直接飞过来 都可以炸重庆 这长江都是一个指示牌 武汉主要是以日本海军的航空力量为主 因为它这个地方比较近 刚刚讲占领武汉后 建立一个大分流 建立一个空军基地 因为这个日本的话 它没有这个航空部队 它没有空军 它所有的这个航空部队 或者航空力量 它是分别低属于海军和卢军的 因为这个卢军的话 刚刚我们讲 它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很大的战功 应该说很多 从发动栖息事变 到占领广东武汉 广州武汉等等 都是卢军的一些功能 海军的世界上 当时参与的不大 在轰炸初期 由于没有很有效的预警系统 每次只有等到日军的轰炸机 已经飞到头顶 才拉向刺耳的防空警报 随着日军轰炸的持续 重庆市内的电力系统 遭受到了重创 防空警报变得时有时无 往往都是等到炸弹落了地 重庆的军民才反应过来 又是一次轰炸来袭 为此 蒋介石苦恼了很久 如果让日军继续这样轰炸下去 重庆将蒙受极大的损失 虽然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 为了防空警报的问题几次发怒 但防空指挥部几乎拿不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直到有一次在日军轰炸过后的救援中 一个气球吸引了蒋介石的注意 这个气球又能给重庆的防空策略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在这个重庆啊 就是每当日军的这个飞机要来进行空袭的时候 说在城市的这个制高点上 往往会飘起升起一个红气球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而且说这个红气球数量有的时候多 有的时候又少 这是怎么回事 防空司令部就根据它这个日记起飞的地点 飞机地点和距离来发布它一个空气警报 它当时警报可以分三种 一个空气警报 紧急警报 减触警报 在重庆的地方 它还有一个注意警报 当日记起飞的时候 比如说从武汉起飞 或者移乘起飞 起飞以后可能重庆了深一个警报 深一个红色的处庆 那么都提示了 现在日记已经起飞了 有可能来发重庆 大家应该注意 当这个飞机 它飞到这个 这个福林 或者长盛 那么距离的很近了 现在我在重庆的长寿 这个所限距离一个小时 那么可能当时飞机的话 可能都是126公斤的时候 那么它进入一个警警报 警警报 都把两个红球取下来 就不挂了 就防空 那么当老师看 当时有这个踢球的时候 红球下面没有了 那么警警警报 就马上做防空 就全部做防空 所以上工作 全部做防空 该上新的这个汽车 马上去找一个地方 而且现在 进入防空 的人是独斗出来 空气就蛮碎 它不能出来 那么于是等着这个空气 日记炸了 风炸以后走了 捡出空气警报 然后再炸 挂一个卤球 这个卤球 平安了 这平安的卤球 大家都可以从防空 出来了 那么这是这个北天 北天的时候 大家看得见 抗战是一个全民意志 跟全民智慧 集中的一场战事 这里面有很高深的一些战略的想法 但是有很多庶民的智慧 也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力量 中国才成为一个不可摧毁的 一个庞然的体积 其实那里面有很多很多人的智慧 在里面 甚至大非常传统 就在重庆方面积极反抗的同时 日本空军也在筹备更加猛烈的轰炸 1939年5月3日 重庆春天的早晨 阳光明媚 低沉郁闷的雾记宣告结束 重庆失去了雾气的笼罩 彻底暴露在晴朗的天空下 武汉这一天也是晴天 上午9时 汉口W基地扬起黄色尘土 36架日式中型轰炸机 依次腾空而起 并迅速拉高 向着重庆的方向前进 坐在机舱内的日军航空兵 神态十分轻松 其中一部分士兵甚至认为 这样的轰炸任务 要不了多久就会结束 因为没有人能够 在这样频繁的轰炸下 正常生存下去 而在重庆 黄山关地的幽静 已经无法平息蒋介石内心的焦虑 重庆城区雷落的环空设施 根本无法阻挡日军轰炸机的 肆虐方形 就在蒋介石陷入无奈的困境时 一份关于重庆特殊地质构造的报告 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刚才提到了说这个重庆 它的这种地质构造 下面全部都是坚硬的岩石 好像特别利于这种防空洞的建造 它有普通老卫生做的这个公共防空洞 有些大隧道啊 公共防空洞等等 还有一种的是私人防空洞 私人防空洞又有很多种 还有一些比如说公司的 一些机关的 工厂的 当然还有大富大贵 一个人建的 你看它都有 很多种 那个时候大概可以想见 它大概有哪一些设备 放进里面去的 那当然通风很重要 舒适度很重要 水很重要 大概是这一些 但是还有一点啊 就是很好奇 因为说到防空洞嘛 就是为所有的这种民众提供避难的 应该是一个公共的场所 但是听说买票才能躲进去 有这么回事吗当时 重庆防空洞有分机种 一种公共防空洞 公共防空洞 公共防空好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一个公司 还是私人防空洞 自己建设一些洞 因为有的公司 它自己建的防空洞 它可能 不对外 它不对外的 如果你要进去 它可能 有少数的公司 它为了自身的利益 它可能要卖一些 而当时政府规定 它是私人防空洞 你在满足你的自己的员工 还有家属 亲人朋友以外 你要对外开放 那么因为这个什么呢 供不允求的情况下 在生命比较重要下可能有 但是这不是普遍现象 有这种情况 重庆这个防空洞 其实它的容量 从37年到42年的话 它是逐渐在变 37年刚刚抗战爆发前的时候 好像只有54个 12年的时候有1600多个 国际国际搭载到防空洞 所以在防空洞的 这个国际数量方面 增加 都说流量之间增加了30倍 在永远方面 流量之间增加了60倍 37年刚刚抗战爆发前的时候 所以重庆防空洞它只能多几千人 多几千人 到了42年的时候 它可以多42万多人 所以它的建设工程还是蛮大的 大量防空设施的建设 无法掩盖重庆市区建筑的明显弱点 由于重庆市区充斥着 大量竹木甚至纸板结构的建筑 在日军看来 混合使用燃烧弹和爆炸弹 会达到最好的效果 一旦大火燃起 这些毅然建筑将成为轰炸的防徐 随着日军队重庆轰炸的持续 重庆城区麻木创意 由于燃烧弹的大量使用 消防人员无法及时扑救城中的大火 市民自发组织的救火队 所起到的效果也微乎其微 市民的哭声和哀痛 让蒋介石坐立难安 他在日记中写道 其辅老邪幼 负重远行情状 见之心酸 下代国民应是今日其父母 弃其避难之苦痛 为空前实所未有 为国为家更应特进忠孝之道 受不愧为中华民国之子孙也 他在重庆来重庆以前 他已经对重庆的防空 他是做过指示的 对他迷到重庆前 包括防空洞 要怎么去建 你下面要住 首先坚固吧 坚固 后来到了重庆以后 随着轰炸 他是对重庆这个大轰炸 还有防空洞 发了很多指示 他那些指示相当 怎么说 相当细微 包括这个防空洞里面的厕所 车说整个大轰炸以后 几个小时以后 清洗干净 连这种小时 他都考虑 他在日记里 或他这个人 他展现了很多的这一面 非常细微 说好一点是细微 说这个 他其实也还蛮琐碎 他管好多 很细 比如他当时 但是他发的指示 也是在当时条件 也不可能完成 比如他讲 在防空洞以后 第一要有座位 要有座位 第二 要把男女老幼 这个男女老幼的话 要给他们 放在比较通风的地方 条件比较好的地方 第三 还有如果有条件 可能还给他们 这个 注意粮食 饮食 吃着喝的 还有油品等等 包括我刚刚讲的 这个厕所 防空洞里面 如果要有厕所 防空洞里面没有 防空洞外要有 防空洞外 在轰炸以后 几个小时以后 你必须把防空洞 这个厕所 清洗干净 此前热闹的街道 已经化为废墟 轰炸过后的尸体 已经多到来不及收敛 救护者的身影 随处可见 在这些人中 有一道销售的身影 隔膜引人注目 她就是蒋介石的 夫人宋美玲 此时的宋美玲 已经不再身着 华女旗袍 与大多数救护者一样 不辞辛苦地 奔布于各个灾区市场 甚至将她和蒋介石的 座架都捐献出来 用于商人的救护 从她的脸上 能够看到 连日的劳累 已经让她的身体 不堪重负 但面对重庆 轰炸过后的惨状 宋美玲依然坚持着 与自己的两位姐妹 为这座已经 岌岌可危的山城 呼吁更多的支持 宋美玲我们知道 她作为当时 蒋介石的妇人 对 实际上她在大轰炸以后 她经常是 出现在轰炸的现场 实际上她当时 无论从女士也好 从这些照片也好 看能看见她 而且经常 做衣服 为伤兵 火伤等等 在那个时候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一讲到宋美玲 就恐松世家 钟鼎山林 是一个非常 养尊处优的一个女士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 不管我们看她 这些纪录片 不管她是在 在宋户会议上的时间 在武汉的时候 在重庆的时候 她的确展现了 中国妇女 坚毅的那一面 同时出现了 还有她的姐姐 宋爱玲跟宋庆林 两位女士也都在 也都在 那这是一个 我认为从现在看起来 是一个非常 动人的一个场景 是因为这里面 可能在政治立场上面 还有一点奇异的 这一对姐妹 但是当他们面对着 一个重庆人民 承受的那样的苦难的时候 他们也充满了 意义的一个场景 防空洞 跑警报 重庆市民在无奈之中 已经慢慢习惯了 空袭不断的生活 然而 一场更大的灾难 却在悄然降临 1941年6月5日 下午6时左右 春夏之交的山城 天气潮湿 进城的人特别多 天空中云雾笼罩 根据经验 重庆市民以为 敌机今天不会来了 重庆的市民 开始傍晚的闲暇 丝毫没有感觉到 危险正在临近 突然 打击上响起了 防空警报的私民声 紧急警报 一声长一声短 凄厉的刮破长空 6月1号 直接轰炸重庆的 是上午11点多钟 6月2号 直接轰炸重庆的 是上午10点多钟 3号 4号 没有轰炸重庆 那么5号 到了下午5点多 6点钟的时候 还没有来轰炸 一般的市民 别人都以为 不会来了 都以为 他自己可能 今天不会炸我们了 那么大家都出来 那一天 大概是派出了 多少飞机 那么投弹的量 大概又是怎么样 这次日本飞机 它飞机不多 总数只有24架 24架 它胚次也不多 它分了三胚 三次来炸重庆 就是24架 每一胚 每一次 八架 是来炸重庆 投的弹 好像也不多 爆炸弹 燃烧弹 加上好像只有北多美 我们前面讲 1939年 1940年 日记对重庆 的事情 大规模的轰炸 都一次突然来 来很多飞机 来炸你 这是大规模的 突然盖地的 特别是1940年 这个101号 作战计划的时候 它的飞机量很大 那么1940年 它两年的轰炸 它并不把重庆 人们炸去乎 那么到了1941年 它现在改变 它的轰炸战术了 它从原先前的 大规模的 现在改变 多倍次的 一天几次 比如说1941年 6月5号这天 它实际上 它炸了三次 这三次 最早的意思 第一次 是在这个 晚上7点27分的时候 7点过 那么第二次 轰炸重庆 是在8点48分 8点40多分的时候 那么第三次 是在10点多 那么这个轰炸重庆 这个事件 那么轰炸了三次 那么应该 我刚刚讲 警报 空气警报 肯定在这个 空气以前的发布 那么检出警报 你必须在空气 以后才能检报 那么空气警报 重庆这天 是从这个 6点48分 就发生 发生空气警报 一直到 11点30起 才检出 那么整个空气警报 想的时间 是5多小时 5多小时 随着天空中 红球挂起 在战事重庆的 警报系统中 那意味着 敌人的飞机 已经到了郊区 毫无心理防备的人们 意识到 出城疏散 已经来不及 大家拼命 向离自己 最近的防空洞 跑去 当天由于 警报挂球损坏 而被不缠过 结果被人们 误以为是 有毒气性质的袭击 恐惧加重 当时规定 空袭警报之后 所有人员 必须全部进防空洞 如有不进防空洞 而被炸死的情况 当地那条街的 防护团保长 负责人等 则要受处分 因此 面对即将到来的轰炸 大量人潮自觉 或被迫地 涌向地处 较长口的 公共防空大隧道 那当时为了躲避 这个日军的轰炸 大概有多少 这个市民 就是躲到这个防空洞里面 然后都是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我们刚刚讲 重庆的被迫 也是分了很多种 有防空大隧道 有防空好 有掩体 也有防空洞 那么这大隧道 应该是躲人比较多的 病人比较多的 还是防空规模比较大的 当时重庆 那当时重庆整个防空大隧道 有七段 这个都是属于其中一段 这段刚好位于重庆 这个市中心的交场口 正常防空事理部 它这个规定的数量 正常的情况下 它只能躲 三千多人 三千多人 如果说它有通风设备 通风设备比较好的情况下 完成下 它可以躲四千多人 那么最多的情况下 包括通风条件比较好 最多拥挤的时候 可以它当时统计是 六千五百五十五人 六千五百五十人 那么这个地方 当时我们讲 因为它主要是市中心的 是一个商民 平民居住地区 是个商务地区 所以进入防空洞的 几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平民 平民都是平民 但是也无排除 有个别的军人 还是工厂的工人 或者商店店员等等 大隧道是重庆最有名 最坚实的大防空洞 设有许多洞口 洞内路径四通八达 有的洞口可通至郊外 洞内交通道宽约两米 高的有两米 两旁安装木条凳 供避难者休息 墙上早有凹洞 安放油灯照明 洞内设有通风口 通风口装有鼓风机 以调节洞内空气 这天夜晚的空气时间 前后达五个小时 敌击分三批轮番进入城市上空轰炸 更可怕的是 不少通风口在轰炸中被炸塌 洞内空气越来越稀薄 突然一声巨响 一枚重磅炸弹在防空洞顶部爆炸 整个防空洞剧烈震动 门油灯熄灭 洞内漆黑一团 这时人群秩序开始混乱 恐惧的人群挤成一团 不断有人晕倒 情况万分危机 开始有人就想往外跑 外面驻守的军人又阻止说不去跑 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 当空气警报一响 那么人员全部都 因为还是人口集中的地区 大规模的人口都进入这个隧道 因为人口太多 太多的话 进入这个隧道以后 那么自然操作空气 比较障碍 空气稀薄 空气稀薄的时候 那个灯光 因为他当时这个没有电灯的话 他点这个油灯 空气稀薄的时候 油灯它都要熄灭 慢慢都晓了 晓了以后 可能有人说没气了 没气了 缺氧 缺氧 没有气油灯就晓了 那么有人一喊 一呼 那么可能都要发生骚乱 然后油灯一熄的时候 那么骚乱可能会不会更大 大家都更慌了 包括心里可能感觉也有点不舒服 那么这些是这个 这个洞里深处的人 洞里面的人 他们就想往外人走 都一起往外面杆 外面杆当时洞口也比较小 那么外面的人太多 他可能就把这个人站住 对吧 又阻挡了空气的循环和流通 这一点 那么这个 作为这个防空洞的管理者 他当时是政府有规定的 在空袭警报 解除警报的时候 以前不准出来 你不准出来 那么他对他的职责所在台湾 包括日记又在不停会 快进去快进去 可能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他也缺少一种判断和预警 你们快进去关机 所以是里面的人讲 没气了没气了 里面人在外面走 外面的人讲 日本飞机来了 日本飞机来了 快进去快进去 那么外面人往里面挤 到里面的人往外面有 外面的人往里面挤 两者互相践踏 踩踏踏 大学校 造成三网 他主要的三网者 都是踩踏的 实际真正秩序的 使用的还少 主要就是超出了他的这个容量 这个人太多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这个空袭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所谓的前线 跟后方的分别的时候 其实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 非常艰辛的环境 因为他其实面对的是一个 整体来讲比他强很多的敌人 他这个对手几乎没有城市 或乡村那么大的分别 可是中国显然是这样 中国这个在重庆的时候 大量的人口 移到了这个城市 而这个城市的基础政策 本来就不堪负荷 何况还得强迫去承受 这样的一个轰炸的时候 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 防空洞的建设 这个速度显然是不可能 会达成当时候的那个 尤其是像蒋介石 想要的那样的一个地步 能够容纳四五千人的大隧道内 这天却涌进了远超过 设计容量的人群 日军轰炸机投掷的炸弹 站着在隧道内躲避的市民 人心惶惶 隧道内由于人群拥挤 不断有人呼吸困难 门油灯的熄灭 点燃了内心恐惧的导火索 人们疯狂的向外拥挤 日军的空袭还在继续 飞机呼啸着从空中冲过 地面一片火海 洞内的乱局和洞外的轰炸 交织在一起 导致了恐怖的局面 过度的拥挤 让人们面色轰炸 大声喊叫 或是拼命向前 一切都无济于事 巨大的拥挤压力之下 一个个生命就被耗尽了 四个多小时的折磨 挣扎之后 将近5月时分警报解除 此时洞内凄厉的残叫声 逐渐减弱 防空洞已经成为 可怕的人间地狱 它整个如果按照 当时的一个统计的话 它整个这个大隧道 可能有五千多人 六千人的样子 统计的时候 死亡的数字不一样 但是经过我们多年的研究 和根据大案这种 可能是死亡一千人左右 一千人上下 受伤的有八百多人 八九百人 但中伤的有一百多人 那么实际上都是 接近两千人左右 实际上真正逃出来的 还是有三四千人 三四千人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整个社会舆论都很河腾了 大家有谴责日本罪行的 也有攻击国民政府管理不善的 也有攻击当时防护管理人员 都说没有灵活机变 没有随机应变 财新的措施不好的这种 等等 那么蒋介石才有几种措施 第一 他是亲自到了大隧道这个 产案发生地去巡视的 第二 他就是对这个事情 扯了下来个首领 把当时重庆防护司令部的 司令 刘慈 副司令 副白汉 包括这个重庆市市长 吴国仁 以他们三人 完复指手 将他们三个人 各自留任 然后不久 又把这个 刘慈的防护司令 给他免了 以这个威夙司令部 副司令和国光 来建这个司令 然后把这个重庆 防护司令部 工程处的一个副处长 他管修防护东 因为防护东本次修建的时候 他也有缺陷 管这个副处长 他也有缺陷 日军接连的轰炸 伤及大量无辜群众 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 蒋介石和国民党 其他大员 也不得不和大家一样 紧张地躲避空袭 多次亲历轰炸的经历 也出现在蒋介石的日记中 1941年8月30日深夜 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 蒋介石 在他的日记中 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房屋震动起来 知道是轰炸 夜里下雨 不能入睡 从这次轰炸 想到重庆全市同胞们 受到的种种痛苦 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天 蒋介石正在远离重庆市郊的 黄山开会 黄山的半山腰上 只有几栋孤零零的建筑 中午时分 上空突然传来阵阵飞机 引擎的轰鸣声 一队日本轰炸机 从高空的云层中钻了出来 狠狠地朝着地面扑来 出现在这里的日本轰炸机 是机缘巧合 还是早有预谋 在41年的8月30号这一天 当时蒋介石是在重庆 正在召开一次军事会议 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蒋介石正在黄山 也是他的官邸 召开一个军事会议 在会议召开过程当中 都得到警报 是日记要对重庆轰炸 那么蒋介石都马上停止会议 匆匆的都是他的防空 到防空中去避漫去 现在看起来 从种种资料来研判 看起来凑巧的机会 似乎是高一些 黄山这个地方 如果您去过一下 它是一个以独栋的建筑为主的 一个建筑群 它是这样子分开分散的 那么我们看到 现在的一些流传的 一些历史纪录片 黄山事实上是 蒋中正最喜欢去 招待外宾的地点之一 我们阿顿去过 史迪威也去过 很多人都去过那个地方 如果日军对于那个地方 有基本上的战略上面 情报上面的确认的话 那事实上 黄山早就被架翻过来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倒回去推 尽管在这个很多的事后 有很多这种揣测 有没有人走漏消息 是不是查到了不明的电讯 就如此类 但他从他最后的结果看起来 他看起来是日军的一次 无意间的一个行为 飞机头 二辆油 俄宫岭 挂红球 日本飞机丢炸弹 山城到处续长流 跑不完的警报 报不完的深仇 这段歌谣曾经飘荡在山城重庆的上空 然而歌谣的背后却是大轰炸几件 重庆市民对新华日军刻骨铭心的仇恨 短短短的几行刺 也倒出了那时深陷人间炼狱之中的重庆市民 一段段辛酸的血泪史 从这时候歌谣也可以看起来 当时日记对重庆实行的轰炸 它是一个无差别的 没管理军人 非军人 军事设施 或者非军事设施 中国的 或者外国人 它基本没管 是一种无差别的一种轰炸 日记到处掉炸弹 山城到处雪藏流 就是讲这个飞机轰炸之产 因为我们讲 比如说五三五四 两天牺牲了 被日记炸死的有四千多人 炸伤的有两千多人 两天被从空中来炸 炸上流千多人的话 可能在整个空战事上 至少在1939年以前是没有的 所以开冲了人类空战事上 一天或者两天炸死 流千人的一个先例 这是一个 这期的比较长 那么最后一句 是讲的这个 躲不完的警报 暴不完的生成 那么就是警报 当时躲警报 是重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在一个到重庆的人 无论是组成的 包括 可能交据好一点 至少整个组成区的 可能每个人都 躲警报的精灵 而且这个精灵 我相信 在他们一生当中 可能是记忆最深的一次 可能记忆犹新的 确实当时条件没有想 躲防空战 躲警报的时候 也可能遇到 很多很多的困难 在防空战里面 也可能遇到 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暴不完的生成 也表现了 重庆人的一种 坚持抗战这种决心 这就是一个 日本对中国最不了解的 也是导致他最后 失败了一个 很重大的失误 他完全低估了 中华民族的这种意志力 那种坚强的 这种完全不屈不脑的 这种精神 这是他在 他尽管在战术 在战争上 他赢得了很大的胜利 但最后他终于没有办法 攻克中国的最重要原因 就是他完全低估了 中国人民顽强的民族性 跟抗战因子 自1938年2月 至1943年8月间 丧尽天良的新华日军 对战时中国的陪都重庆 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 狂轰滥炸 新华日军妄图以恐怖 凶残的轰炸 催垮中国的抗战意志 对重庆实施了 不区分军事目标 和平民非军事设施的 无差别轰炸 山城重庆一次次淹没于血火中 数万尝试平民死伤 数十万人家园被毁 战争使人们恐慌 战争也可以使人坚强 面对失去长青的亲华日军 重庆人民 承受了大轰炸 带来的家破人亡 流离失所等 巨大痛苦和牺牲 这种顽强的坚持 换成了无数中国人的 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 日本轰炸机对 重庆的狂轰滥炸 不但没有达到 动摇人民抗战意志的目的 反而激发了广大人民的义奔 为全面抗战的胜利 凝聚了宝贵的人心